晚上8yn 4 晚上8yn 5 晚上8yn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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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可以進入開心吧 我們剛剛是從外面做安檢 然後給那張賤子飛 你可以選擇拿實體飛 但我們的太多人 就決定沒有機會拿飛 現在就開始我們的海洋公園之旅了 Yay! 很開心啊! 在這裡停一停 提提大家,現在海洋公園因應防疫要求 所有遊客都需要先在網上預約入場 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找任何一間可以購買門票的中介平台 選擇想入場的日期,假設選擇12月30日 它有兩個選項 第一個是普通日間門票,就是415元 另一個是港人限定優惠,只需320元 當然就是選這個 然後選人數 預訂完成後,收到確認 在下面開啟你的憑證 會有一個入場的QR Code 然後來到海洋公園的網上預約系統登記 輸入已經買了票的人數 選擇日期 這裡選不到月尾 是因為系統只會開放未來的14天 我隨便選一天 來到這一步,就按剛才的憑證 複製最後四個英文字母 最後輸入電郵地址 递交 收到電郵通知和QR Code 就代表你預約成功 教學完畢,繼續 還有它現在轉了電子班的地圖 我們用手機掃描就可以用這個地圖 就方便了 也不錯 今天天氣都非常好 我覺得 很熱 又忘記戴帽 又忘記戴帽 不過我們今天真的忘記戴帽 太陽一直照下來都很熱 我覺得眼睛有點不舒服 我是擺在Airbnb沒有拿出來 真的很笨 這個想法 真的 我們現在前往高峰樂園就坐了 車高 經過香港老大街 要等一小時就照排隊 終於到我們了 實際都排了差不多這麼久的時間 但好處是不用跟其他人一起坐 我們終於來了這個鄧三男子 對 他在那裏兜了60分鐘 我們大概排了40兩分鐘就已經上車了 題外說 啡色這座就是今晚會入住的酒店 想看Room Tour 記得繼續看吧 下車發現這個超美的觀景台 建議可以用幾分鐘時間在這裡打卡 第一個玩的是這個會被淺濕的機動遊戲 大家猜一下是什麼 3 2 1 就是熱帶激流 我覺得這個比滑浪非常平穩 比較適合一家大小玩 到底什麼時候輪到我呢 排隊中途都可以跟他拍照 反正他又不會咬人 然後來到南極奇觀探企鵝 全部站穩穩 到底在這裡等什麼呢 原來是等開餐 自養員一落出藍色箱 企鵝就蜂擁二折 好像我家的貓等開飯的場景 然後就來行紀念品店 你買不買這個玩偶 請問我買啊 你家很多玩偶 你家很多玩偶 不買得 買太多玩偶 買太多玩偶 唉 最後都被他買了這兩樣戰利品 唉 很傷心 本身我們打算去這個急流天地 和白浪飛船 誰知道在這裡兩個都不開 唉 很傷心 都是要買什麼 安全檢查人手 對呀 然後我們去看看其他 玩多幾個就差不多回程了 臨走之前當然要來打卡 讓我敲門問一下他 好 原來已經關門了 不要緊 讓我來挑戰一下拉人力車 呃 都是沒有獻醜了 我們今天已經完成了超多個遊樂設施 哇 玩得很累了現在 但沒有抱歉的燈光應該有點奇怪 因為我們現在晚上在那個藍車那裡 每個遊戲都沒有想像中等那麼久 我覺得最多都是一個小時 都沒有的時間 我們都玩了很多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回去吧 準備出去吃晚飯呢 然後就回去吧 回去酒店了 一會兒見 今晚入住的就是海洋公園萬豪酒店 酒店的裝修都很新和摩登 未夠時間check-in都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 而酒店其中一個特色建築 相信就是這個高16米 接近三層樓高的圓柱形水軸箱 由底部望上去 感覺高到好像看不到盡頭 我們上大堂check-in 今次住海灣座 看到海洋公園 包了早餐 明早就帶大家吃 吃完都很好 在check-in的時候 給了一張設施的開放時間表我們 例如泳池、餐廳等等 有需要都可以參考一下 嗨 大家好 我們現在進來 這個海洋公園的萬豪酒店 我們要做這間房 現在也是為牌的 做一個空調給大家 首先進入我們 就是我們的廁所 這邊 我常說非常漂亮 所有設計都是很新的 應該是一百年還是九年才起 但所有設計都是非常摩登 很乾淨 很清理 不過用牌子我就不知道是什麼 但沒什麼所謂 應該是OK的 然後 就後面這裡 漂級大塊 Hi 超大塊鏡 可以看到全身 不是看全身 是半身 還有一個化妝的鏡 如果你女生用都很方便 好 接著就是這裡 這個位置全都是我需要的物品 還有一些Alcohol Fishu Wrap 還有一些水 這裡有一個免費的mini bar 維他奶、檸檬茶、薯片 都是免費的 這個就是如果有人需要喝酒 你就可以叫它放一些冰 煲水器 這個mini bar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所有的茶、午餐 應該都會享用一下 好 接著就是來到我們最期待的一部分 就是 我們的床 看著 好 這床很舒服 這床很大 睡兩個人 十二三個都不行 可以這樣錄 好 接著最後呢 這個位置真的超級驚喜 應該可以睡到四個人 我覺得這裡 超大張的沙發 還有床 還有一些很可愛的Pushion 我喜歡這個海豚 不錯 然後呢 這裡還有一個 可以扮一下東西打卡的位置 我們整體來說 都非常之滿意 這房間是超級直 而且要給大家看一下景 這裡是很自動化 不需要用手操作 好 一 二 三 MAGIC 哇 我們是看得OK的 還不看得到燈衫嗎 很驚喜 不過可能在鏡子裡面 看得不太清楚 沒有畫法 各位早晨 轉個頭呢 現在來到早上了 現在是超早了 7點半鐘 但為什麼要這麼早 其實我們都不會先吃早餐 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然後呢 是要在吃早餐之前 要完成的呢 就是去游泳啦 因為呢 發現這裡原來有一個泳池 都蠻漂亮的 那就想去試一下吧 但呢 其實我們倆都本身沒有帶泳衣 然後昨晚呢 留夜呢 就馬上去買了 淘泳衣回來穿 這樣 所以今天可以下水玩 然後呢 想給大家看一下 早上呢 在酒店房裡面 看出原來的景 非常之美 看看 這個是纜車 然後是紅貓館 然後另外一邊呢 平時排纜車的位置都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排纜車的位置 然後這個是老大街的位置 應該這邊呢 就是入口 有隻蛋 不過應該不太清楚 總之我們整個景觀 看到出去就是這樣 非常之美 很舒服 這裡就是泳池 這個應該是主池 有一些沙灘椅可以給大家使用 不過當日下水真的超級冷 建議冬天要有陽光才好下水 另一邊就是兒童游泳池 看起來都很好玩 如果你有小朋友 都不妨帶他們來這裡玩 終於來到吃早餐的環節了 而吃早餐的地方 要下兩層樓才會到 終於坐定了 原來吃早餐的位置 是在燕湖廳 裝修都很漂亮 投影的畫面有一種 好像置身於水族觀的感覺 首先大家看看熱分區 除了一般的熱食之外 例如炒麵 炒飯 燒賣 也有香腸等的肉類 可以讓你選擇 沙律材料 幾款水果 芝士 和他們的配料等等 我們剛好有完畢 現在換好衣服 化好妝 就來吃這個 早餐 我覺得這個超有驚喜 我也覺得很有驚喜 這種類都算很多 很相信原來它是 真的一份早餐給你 但不是 它可以很多選擇 你可以自己選擇 一個英式早餐出來 都可以 給大家看看有什麼食物 我做了一個早餐 應該是他做的 有幾款蛋 這個是炒蛋 其他都是腸 薯餅 然後這個就是他喜歡吃的太陽蛋 然後就拿一些包 那些食物 應該也是正常的 還有這裡的好處是 每一台都配得比較疏 一點點的位置 還有這裡也有宴會廳 所以空間感是很舒服的 吃起來不會很不叫 不要吵 因為樓底也很高 這菜也是很棒的 我覺得這次這個房間是超值 我們游到水 可以吃一個這麼好吃的 Buffet 是非常划算的 很好 最後推介這個必食的陰烈 無論賣相還是味道都超有水準 首先你可以自選材料 廚師會先將材料炒熟 倒入蛋漿 擺動平底鑊 確保底部的蛋不會煮焦 加入芝士粉 收邊 這裡不得不讚嘆一下廚師們的技術 良心客手勢就做好一份鵪裂了 切開給大家看看 正常外觀 不知道味道是怎樣的呢 它會先炒熟配料 然後再倒蛋漿 所以它的蛋不會太老 味道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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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味道是怎樣的 最後吃一杯菊類早餐 收尾 這個順序會不會很奇怪呢 好啦 我們已經吃完早餐 回來酒店整理好東西 今次的海洋公園 的Staycation之夜 來到這裡 我也非常之滿意 它也非常之滿意 今次的體驗 又便宜又好又舒服 都推介大家可以來的 建議不是同一的時候來 可能價錢上都是比較商量的 好啦 趁我們這個背景之下 跟大家說再見啦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就給個like share給你朋友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條片見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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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